今天我要给您各位讲的 则是上映于2013年的恐怖片《妈妈》 又名《诗人保姆》 另外上期视频也是托小伙伴们的服务 在您各位的帮忙点赞关注之下 也是终于短暂的登上了热门 在此谢过各位了 好了,今天依旧是老规矩 恐怖画面不打马 但会有高能预警倒计时 请小伙伴们谨慎观看 故事开始于2008年的全球股灾 很多上市公司都面临破产倒闭 而杰弗里的公司也没能幸免于难 由于无法接受即将破产的现实 他便做出了杀人这种极端的行为 他先是杀死了公司的其他股东 然后是自己的妻子 由于他不忍心向年纪上游的女儿开枪 于是他便打算带着他们制造一起车祸 然而车祸确实发生了 整辆车冲下了山坡 但由于车辆的安全系数过硬 杰弗里和他的两个女儿都只是受了些轻伤 下车后不久 他们便在附近的树林里发现了一间荒废的木屋 制造车祸的计划没能成功 杰弗里便打算在这里将两个女儿杀死 突然从身后出现了一双黑手 并将其硬生生地拽到了半空中 由于没戴眼镜 小女孩也看不清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只知道自己的爸爸突然间就消失不见了 夜晚只剩下杰弗里的两个女儿依偎在壁楼前 而他们这时也感觉到了黑暗中似乎有其他人存在 并且紧接着还从黑暗中滚来了一颗樱桃 而当我们朝着黑暗中看去时 却隐约看到了一个长发女人的身影 转眼五年的时间过去了 杰弗里与他的两个女儿依旧下落不明 而杰弗里的哥哥卢卡斯也从未放弃过寻找 虽然为此几乎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 但幸运的是 他的女友安妮并没有为此事离开他 而这天 搜救人员正在巡视一片新的区域时 却意外地发现了当年杰弗里冲下山坡的汽车 随后在搜救犬的协助下 他们也很快地就找到了那间木屋 进入房间后他们发现 木屋后面则是一片美如画的湖 而在房间里 他们也看到了很多与小孩子相关的东西 以及成堆的樱桃盒 就在他们四处巡视的时候 突然有两只行动怪异的生物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而他们也很快意识到 持续了五年的搜救工作终于可以结束了 经确认 在木屋里发现的那两个行为怪异的孩子 正是当年随杰弗里一起失踪的两个女儿 维多利亚与妹妹莉莉 由于当年失踪的时候 维多利亚已经三岁 所以她现在还可以勉强与人交谈 可莉莉就完全不同了 她失踪时只有一岁 导致她现在的行为举止非常怪异 虽不能与人交谈 但口中却时常喊着妈妈 然而他们在那间木屋里并没有发现其他人 心理医生则怀疑 可能是由于长期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 导致孩子们想象出了一个守护者的形象 但同时所有人也都疑惑 这两个孩子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由于卢卡斯的收入并不稳定 因此孩子的姨妈吉恩 便打算争夺他们的抚养权 而心理医生为了能方便对孩子的异常行为做研究 于是他便以研究所的名义 为卢卡斯提供了一套免费的住宅 并且还帮助他们拿到了孩子的抚养权 一次诊疗中 维多利亚给心理医生讲了个故事 说很久以前有个女人 从一家精神病院里逃跑 后来还带着她的孩子一起跳进了水里 医生好奇地问道 这个故事是妈妈讲给你听的吗 而维多利亚却回答 是她让我在梦中看到的 之后没过多久 他们姐妹就依照法院的判决 被送到了卢卡斯的新家中 也就是研究所为他们免费提供的那栋房子这儿 可刚一见面 躲在姐姐身后的莉莉就喊了声妈妈 而安妮这时也以为她是在叫自己 因此也没有多想 虽说他们姐妹有了新家 但莉莉的异常举止 依旧需要时间慢慢调整 所以她还是会蜷缩在角落 以樱桃为食 睡觉也会选择躺在床下 在听完维多利亚讲述的故事之后 心理医生便来到了档案馆 调查了近几年来所有的精神病人记录 可结果却是不仅没有这样的病人 而且这附近根本就没有精神病院 最近的一家也在200英里以外 但同时管理员也拿出了另外一本老的档案 根据这本档案记载 很多年前曾经有家精神病院 就坐落在杜塔特湖附近 也就是发现维多利亚姐妹的那个小木屋 旁边的那片湖 而这家精神病院里 有个名叫伊迪斯的病人 与维多利亚故事中描述的女人极为相似 只不过这家精神病院早在1878年就没有了 另外一边 安妮独自收拾着衣物 莉莉则在房间内与其他人玩耍 可下一幕维多利亚就从别的房间走了出来 也就是说陪莉莉玩耍的另有其人 而就在安妮听的动静打算去屋里查看时 却被维多利亚找借口拦了下来 而当维多利亚回屋关门时 我们却看到莉莉居然浮在了屋顶 当晚 安妮正在厨房拔弄月气 这时灯光突然闪烁 而且音响里也发出了怪声 正当她寻找问题的来源时 莉莉竟突然出现在了洗手池旁 而当她离开房间后 这里的音响和灯光又都随之恢复了正常 临睡前 正当卢卡斯与安妮准备来一发的时候 安妮却突然看到房间门外似乎有个人影 可是卢卡斯出来查看后 却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但安妮依旧不放心 于是卢卡斯便再次出来巡视 然而这次她就没有刚才那么幸运了 卢卡斯无意间发现墙上有个黑色的洞 就在她打算靠近看仔细一些时 却被突然从洞中伸出的触手给推下了楼梯 并当场摔晕了过去 而当来到医院经过一番检查后确认 卢卡斯虽然没有生命危险 但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醒过来 也正是因为卢卡斯的意外昏迷 照顾维多利亚姐妹的任务 也自然就落到了安妮一个人的肩膀上 这天医生来看维多利亚姐妹 过程中医生也发现了 他们姐妹在墙上画的一些画 画中的内容大多是他们一家人的生活起居 但其中也有两个奇怪的地方 一是这个弯腰的人 这与电影《驱魔人》里被附身的经典姿势相似度极高 第二个则是有人躲在床下 根据前面的图画分析 画画的虽然是小孩子 但他们却可以在画中体现出人的身高 而在这个画面里 床下人的身高明显不是小孩子 因此我判断 这幅画的内容并不是描绘莉莉睡在床下的场景 随后医生还在床上发现了一个脏兮兮的木娃娃 而在询问娃娃的来历时 维多利亚则称是妈妈给她做的 医生接着问 那妈妈是谁 你就是妈妈吗 这时维多利亚不自觉地看了一眼旁边 而她的这一举动 也被观察入围的医生所察觉 这时档案馆的管理员突然打来电话 说是发现了一些与伊迪斯有关的东西 来到档案馆 管理员告诉医生 原来在20年前 附近的公墓迁移的时候 有些太老或是太小的遗孩 没人认领就被暂时存放在了档案馆里 但管理员认为 人的遗孩总要有个归宿 说着他便将一个盒子交到了医生的手中 医生好奇盒子里装了什么 管理员则回答 是冤魂 当天晚上 安妮临睡前突然听到外面传来奇怪的声响 好像是有人在唱催眠曲 然后安妮便顺着声音来到了女孩们的房间门前 可当她打开门时 却发现他们姐妹似乎在和谁玩耍 而这时莉莉也不自觉地看了一下 虚掩着的衣橱 这也让安妮觉得 衣橱里可能隐藏着什么 于是她便打算一探究竟 可这时维多利亚却希望安妮不要把衣橱打开 看着维多利亚那担心的表情 安妮也听从了劝告 第二天 安妮就把昨天夜里发生的怪事告诉了医生 但医生却告诉安妮 她怀疑维多利亚可能存在人格分裂 而他们口中的妈妈 可能就是维多利亚分裂出来的一个人格 并称这种问题是可以通过治疗康复的 而这时 安妮无意间在房间内看到了一个标有德桑的档案箱 而德桑正是卢卡斯的姓氏 也就是说这个箱子里存放的 应该都是与维多利亚姐妹相关的资料 随后回到家中 安妮突然听到外面似乎有着什么动静 而就在她出来查看时 身后的房间里竟然缓缓地飘过了一个身影 并且下一秒 但安妮并没有看到恐怖的一幕 另外一边 昏迷已久的卢卡斯突然惊醒 并且她还看到弟弟杰弗里 拜托她拯救自己的两个女儿 紧接着卢卡斯的抽搐也引来了医生们的注意 同时医院也紧急联系了安妮 天亮后 卢卡斯的情况虽然稳定了下来 但她却完全不记得自己当初为何会跌下楼梯 而此时 莉莉却蹲在角落偷偷地吃着黑色的飞蛾 回到家中 安妮见维多利亚躲在角落哭泣 于是便问其原因 维多利亚告诉安妮 她哭是因为不希望安妮受到伤害 而安妮对他们姐妹的照顾会让妈妈嫉妒 话音刚落 维多利亚便惊恐地朝着门口看去 可安妮此时却什么也看不到 然后维多利亚便匆忙地跑出了房间 随后 孩子们的姨妈吉恩来探望他们 由于莉莉长期习惯爬醒 这也导致她腿上有很多小的伤痕 而吉恩看到伤痕以后 误以为是遭到了安妮的虐待 于是她便打算夺回孩子们的抚养权 当天晚上 医生便再次来与维多利亚谈话 而她的目的则是想了解更多有关妈妈的内容 医生问 妈妈和你们一起住在木屋里吗 维多利亚回答 她住在墙壁里 医生接着问 那现在她在什么地方 她在这里吗 维多利亚则说自己也不知道 这时医生拿出了一张照片给她看 并问 照片中的人是不是你们的妈妈 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看到照片的维多利亚突然狂躁了起来 并让医生滚出去 这时医生也听到身后传来一个阴森的声音 而当她回头时 却看到墙壁上蔓延出了一大片黑色 见到医生神色慌张地准备离开 安妮便上前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而医生并没有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安妮 回去之后 医生便翻开了所有记录 她发现似乎有某种东西 将安妮家与小木屋联系在了一起 但由于这个发现没有实质的科学依据 于是医生便决定亲自去小木屋一探究竟 这天晚上 安妮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她梦见一个女人杀人抢孩子 然后又被众人追赶到悬崖边上 伴随着女人的跳崖 安妮也从梦中惊醒 可紧接着她就发现 维多利亚此时正站在自己的床边 并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床的下面 伴随着镜头的缓慢移动 我们也发现有个相貌恐怖的女人此时就在床下 并且下一秒她就爬到了安妮的面前 而安妮也是直接被这一幕给吓醒 原来刚才这些也都是梦 另外一边 莉莉知道妈妈来看她们 于是便打算叫醒维多利亚 然而维多利亚却不想再和妈妈有接触 于是莉莉便独自跳出了窗外 而医生这边一直到天黑才找到那间木屋 可是她刚刚进入屋内 手电筒就出现了故障 然后她就想到利用相机的闪光灯来照明 前方高能请小伙伴们做好心理准备 就在她一次次激活闪光灯的瞬间 画面里也出现了一个诡异的身影 然后下一秒 那个身影就猛地来到了她的面前 然而医生都还没来得及挣扎 就瞬间被恶灵扭断了脖子 第二天一觉醒来 安妮也是倍感疲倦 此时她的后警也莫名地出现了一块淤青 而当她来到孩子们的房间时 却发现不见了莉莉的踪影 然后紧接着她就通过窗户 看到莉莉躺在了屋外 而当她将莉莉抱回来时 莉莉也是极力地反抗 知道安妮为她喝气暖手 莉莉的情绪才逐渐平息了下来 而这温馨的一幕 也让维多利亚开始为安妮感到担心 毕竟他们的妈妈 不希望别人太靠近他们姐妹 而为了防止莉莉再次从窗户出去 安妮便将窗户封了起来 之后维多利亚帮忙准备早餐 而收拾衣服的安妮 则被衣橱旁的黑影吓了一跳 原本她以为那又是莉莉 殊不知此时的莉莉 其实是和维多利亚在一起 而当维多利亚喊安妮吃饭 并称莉莉也非常饿的时候 安妮也开始感觉有些不对劲 而此时她身后的那个黑影 则趁机躲到了衣橱里面 然后安妮便打算看看衣橱里到底藏了什么 也没有看到 但她依旧能感觉到事有蹊跷 于是她便问维多利亚 有没有和医生谈过与妈妈相关的话题 而维多利亚则小心翼翼的点了点头 之后安妮便打算联系医生了解情况 殊不知此时的医生早已命丧黄泉 而安妮这时也发现了医生丢在这里的档案夹 应该是之前离开时过于匆忙而忘记带走了 而上面除了记录着医生与维多利亚的对话评估之外 里面还夹着一张阴森女人的照片 而这个女人想必就是维多利亚姐妹口中的妈妈 也就是档案馆管理员曾经提到的那个精神病人伊迪斯 看到这些 安妮便立即驱车来到了医生的办公室 然而医生就好像人间蒸发一样 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而安妮也是见办公室里没人 便趁机把那个有关维多利亚姐妹的档案箱偷了出来 另外一边 躺在病床上的卢卡斯闲来无事 便按照记忆画出了那天看到的幻觉场景 可随后她却无意间发现 此前搜索弟弟下落时拍下的照片中 有一张照片里的场景竟然与她幻觉里看到的完全一致 于是卢卡斯便立即租车前往 并且照片中的地方就在那间小木屋的附近 而安妮这边 伴随着她打开了医生搜集的所有资料 整件事的谜底也终于被揭开 小木屋后面的湖名为杜塔特湖 而湖的附近原本有家精神病院 伊迪斯就是其中的一名病人 可这家医院却在1878年就关闭了 后来这里建成了孤儿院 而维多利亚口述的那个故事 以及安妮梦中看到的那段场景都是源自于这里 1887年 伊迪斯来到孤儿院 她不仅杀死了修女 还抢走了一名婴儿 之后被赶至走投无路的时候 伊迪斯毅然选择了跳下悬崖 而悬崖下正是那片杜塔特湖 虽然伊迪斯直接掉进了水里 但她手中的婴儿却没有 伊迪斯死后的灵魂为了找回丢失了孩子 于是她便在附近的树林里寻找 这一找就是一百多年 直到五年前 伊迪斯发现了维多利亚姐妹 然后伊迪斯的鬼魂便将他们姐妹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至于那个被弄丢的婴儿 经过医生调查后得知 原来当时是被挂在了峭壁的枯树上 所以伊迪斯的灵魂在树林里找了一百多年也没找到 在了解过伊迪斯的悲惨遭遇后 安妮也不禁地流下了眼泪 看到安妮落泪 维多利亚也主动送上了一个暖暖的拥抱 儿子在门口的莉莉这时却提醒维多利亚 不要这样 然后他们姐妹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此时一心想拿回孩子抚养权的吉恩再次抵达门外 并且还准备了相机 打算留下孩子被虐待的证据 另外一边 正准备睡觉的维多利亚突然感觉到妈妈的到来 于是他和莉莉便再次来到楼下 而这次 他们的妈妈伊迪斯也终于现出了真身 维多利亚提醒莉莉不要看她 因为她已经疯了 可莉莉却没把姐姐的话放在心上 就在她回头的瞬间 伊迪斯便突然朝着他们冲了回来 这一幕也吓得他们姐妹再次朝楼上跑去 此时听到动静的安妮也急忙冲到楼上 就在他们努力安抚着寿惊的莉莉时 伊迪斯也再次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并以一种非常诡异的姿势朝着他们袭来 虽然安妮没能逃脱 但在维多利亚的恳求下 伊迪斯也没有伤害安妮 这时吉恩悄悄地进入了房间 意识到有人来的伊迪斯也慢慢地伸进了地面 而当吉恩刚刚掏出相机 就看到了眼前的这一幕 然而吉恩都没来得惊动明白是怎么回事 她就瞬间被伊迪斯给解决掉了 而当维多利亚闻声赶到楼下查看时 却看到他们的吉恩姨妈已然成了这副模样 另外一边 昏迷的安妮也再次看到了当年的景象 原来跳牙时婴儿虽然被挂在了枯树上 但依旧没能逃脱死亡的厄运 当然落在湖里的伊迪斯也是一样 而当安妮苏醒过来时 却发现维多利亚姐妹早已经不见了踪影 这时安妮也想起了档案箱里还有一个小盒子 而这个盒子就是当初档案馆管理员交给医生的那个 里面装着的正是那个婴儿的遗孩 与此同时 安妮也想到伊迪斯带走孩子 最有可能去的便是小木屋 于是她便立即驱车前往 并且途中还遇到了刚刚走出树林的卢卡斯 原来卢卡斯是收到了安妮的电话留言 特意来路边等她的 然后他们两人便一起来到了小木屋这里 可刚进入屋内 他们就看到了吉恩的背影 而当卢卡斯上前触摸时却发现 此时的吉恩已然只是一具尸体 随后 当安妮看到木屋后面的湖与悬崖时 她也瞬间想到伊迪斯可能带着孩子们上了悬崖 然后重蹈当年的覆辙 或许这样 维多利亚姐妹就会永远地留在伊迪斯的身边了 而当安妮他们赶到这里时 发现维多利亚姐妹果然在这里 并且伊迪斯正准备召唤他们跳崖 虽然维多利亚似乎并不想这样 但莉莉却静止地向伊迪斯走去 危急时刻 卢卡斯及时抱住了莉莉 同时她的这一举动也激怒了伊迪斯 为此伊迪斯也险些将她的头给捏爆 关键时刻 安妮及时喊出了伊迪斯的名字 并将手中的婴儿一孩交给了她 看着怀里的骸骨 伊迪斯也失声痛哭 并且那副干瘪的身躯 也瞬间恢复了当年的容貌 可就在伊迪斯正处在悲伤之际上 小女儿莉莉却突然大喊了一声妈妈 这也使得伊迪斯再次胸向鼻露 并将怀中的婴儿一孩散落身后 紧接着她就刺穿了卢卡斯的身体 然后又将安妮摔成了重伤 维多利亚明白 安妮和卢卡斯都是为了救他们姐妹才搞成这样 但年幼的莉莉却把伊迪斯当成了妈妈 然后伊迪斯便带着他们缓缓地向咸鸭边走去 然而身受重伤的安妮并没有就此放弃 虽然几次遭到伊迪斯的警告 但安妮依旧死死地拽住了维多利亚不放 而这时维多利亚也放开了伊迪斯的手 这也让伊迪斯明白 维多利亚并不想和她一起走 而维多利亚也很感激伊迪斯把自己养大 在她心里伊迪斯就是她的妈妈 而伊迪斯虽然不舍 但她也没有强求 影片最后 年幼的莉莉选择了跟伊迪斯离开 而维多利亚则选择了留下 至此影片妈妈的剧情部分结束 说完剧情 其实影片中还有一段隐藏内容 那就是有关维多利亚与莉莉姐妹俩 在小木屋的这五年到底是怎么过来的 而这段剧情则是隐藏在了影片开头 序幕中的儿童话里 第一幕是他们姐妹俩在火炉旁取暖 这里衔接的正是影片开始 然后他们以樱桃为食 一起睡觉一起玩耍 一天莉莉遭到野兽攻击 而当维多利亚赶到时 两只野兽却已经倒在了血泊里 然后又是两人一起玩耍 莉莉的手中还多了一个娃娃 后来他们甚至开始吃老鼠 飞蛾 一起去湖边喝水 然后就这样 他们在这所湖边的木屋 度过了五年的时间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脑洞大开的网友推测 莉莉被野兽攻击时可能已经死了 也就是说他们姐妹被发现的时候 莉莉之所以行为惯异 并不是因为年纪小 而是因为她已经变成了鬼 关于这个猜测 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乌马恐怖解说的小伙伴们 拜托帮忙点个赞 点个关注支持一下 上期视频的热门 应该就是被你们点上去的 感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